你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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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藝術大學 藝術學院 好像是有什麼 學派 藝術論點之爭 我想沒有 沒這麼嚴重 在學校教授就教授 對不對 我們每次學校老師 沒有那麼 所謂的對教學 那麼討論這麼多 我們那個時候 也沒有什麼教訓大綱 之類的 就是因為工作實質的 工作實質大家知道 老師就是老大 對不對 就是大二發生 老師就教學生自由發展 所以工作實質應該是說 老師主要是引導同學發展 自己個人的樣貌 當時也沒有什麼特別 特別怎麼樣 有特別一個想法 因為老師自己人對意識的看法 而影響同學 因為我記得當時說 我們比較 在藝術學院一個傳統 比較自由應該是會法組 因為釣售組老師很強調工具 材料性 對不對 而且我們會法組 你可以做裝置 你可以做影像 對不對 隨便你做 我們也不會要求你怎麼樣 對我的那個素描 應該是一個 作業是個草稿 一個作品大的作品 那個草稿 和紙箱作品的概念 應該是一個創作性的 有沒有那個時代 在課堂上就是 比較自由一點吧 不會談到很多什麼 所謂的什麼 老師要影響同學 我想老師不太想 因為對我來講 我到現在也是 我不想要影響 影響同學怎樣 因為我自己的創作是我的事情 同學創作是他創作的事情 我覺得同學應該發展他自己的樣貌 這個對我來講是 到現在我來講是一切 就這樣覺得 美術館應該是為了美術教學 剛開始興起這個美術館的時候 這個目標是這樣說的 我說我要做專業美術館 就這樣也很支持我啊 這個長華 美術館都是這個總長 所以專業度 不是靠館設 是靠展覽 來這個明星建立起來 我希望做 發展希望做美國式的 對不對 你看又是LA 又是美術館 他是展什麼 他是專業的 自家科醫師學院的美術館 他是專業的美術館 不是學生的展覽 學生有學生的展覽空間 美術館也有美術館空間 因為我們這邊 有個地下美術館啊 對不對 學生在那邊展就好啊 這個 觀眾美術館是專業美術館 我是希望發展的時候 我們可以 畢業 我們校友 我們畢業裡 我們校友發展更需要美術館 我這個時候 我不是提供美術館 可以學生這個 可以我們校友 一個機會不是更好嗎 你可以觀察 你可以學習 你可以看的也可以啊 所以說我當時就是說 我們就是怎麼講 我們在辦這樣 後來我們學校有個 拿到卓越計劃 卓越計劃 卓越計劃有經費 後來我就說 嘗嘗看 因為戲展就是戲展 因為卓越展是一個特別的 不分類的 所以說後來我就說 叫成同學 就是說跟 這個不是就是 卓越展的同學可以在美術館展覽 因為美術館是個專業的場所 跟地下美術館是不一樣的 懂嗎 真的 可是我覺得一個 我們學校有個好處 就是有個專業美術館的好處 就是專業場館的好處 就是你在學生時代 就使用過美術館 你就知道美術館的規範 它跟地下美術館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以後我們同學 因為有實用美術館經驗 再到別的美術館 新城展啊 或者參加台北展啊 他就比較有經驗 怎麼不展啊 怎麼實用美術館 不會怎麼講 悄悄打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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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